昨天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泰生 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专访 他表示应对此次疫情要科学防范 不要过度恐慌 我发烧了 我是去医院 如果被别人传染了怎么办 还是有这个担心的 你如果你假定你发热 你发烧了 你发烧呢 你有牛逼系的鼻子塞 这个什么嗓子疼 这个时候的话 多数是流感 感冒 病毒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你要是没有基础病 就是岁数比较轻 我个人建议不要去医院 在家休息 吃点退烧药 不要吃抗生素 抗生素对着没有效 但是如果是你岁数大 也有基础病的 那你还要去医院 但是注意防控 所以第一要科学防范 第二不要过度恐慌 那其实现在老百姓在家里 他有一点可能分不太清楚 发烧和新型冠状病毒 这两种疾病 它的症状是一样的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换言之 对于几乎所有的传染病来讲 都可能会发热 但是不发热 不一定不是传染的 急性病毒感染 多数有发热 所以像这个冠状病毒 像流感 像H1N1 都是有发烧的 但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就稍微有点和我们已知的 这些急性病毒性疾病 或急性传病 不一样地方 有些病人 不是以发热为首发症状 它可以表现为腹泻 或者表现为乏力 就没劲 所以这个就给我们防控 增加了非常大的困难 这也需要我们找出它的规律 然后更加科学的防范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 它有哪些临床的表现呢 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 发热并不是新型冠状病毒 唯一的首发症状 那怎么办 第一个 我们在这些人中间 尽可能要筛查核酸 冠状病毒核酸来区别 当然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 你可以做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白细胞是不是不高 比如说胸部做个CT 或者没有CT的话 照个胸片 有没有影子 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流行病学史 换言之你在高发地区 你记得你跟发烧的人呆过 或者是你说 我坐密西的火车 火车我没戴口罩 或者你周边接触的人 有两个人发烧了 就这种流行病学史非常重要 解除隔离的标准是什么 出院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解除隔离指的是我们密切接触者 或怀疑的就是没有正光 标准是两星期没事就没事了 出院的标准在第四版 我们卫健委的指南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体温恢复正常 三天以上 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 肺部CT影像 也要明显好转 第二个就是说 我给你取了两次核酸 你都是阴性了 你也没有传染性了 那你就可以出院了